接下來的題目就比較像觀念題 不太需要做什麼特別的計算 這就是問一個簡單小問題 油裡面放糖喇喇之後有胃溶解 這句話告訴我什麼意思 它已經飽和了 裝到不能夠再裝了 請問你怎麼樣可以使它變得更濃 怎麼樣使它變得更濃 它已經飽和了 達到溶解度了 所以除非你增加溶解度 否則它就不會變得更濃 你再加更多糖有用嗎 沒有用它還是不會溶 所以呢你已經攪拌了沒有溶解 表示飽和了就不能夠再裝了 所以你要提高溶解度 我們講過一般的固體如何能夠提高 增溫嘛或者是降壓嘛 通常不會考慮壓力 你國中很少考慮壓力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怎樣 增溫嘛 所以就增加 你喇喇也只是要溶得快啊 不會溶得多啊 加更多的水 也只能夠使溶得多一點 可是比例不會增加 這題學測考過 學測考過一次就是 讓它的加水加多了 溶解的量變多了 可是它的濃度卻沒有改變 比例還是一樣 OK 所以只有加溫 所以答案選B2 這個 不用算 美女的考題 要同時做兩件事 第一要能夠溶得快 第二個要溶得多 那個溶得多是指的溶解度 能夠溶的比例要增加 請問有什麼方法 既要溶得快 又要溶得多 有什麼方式 Number 10號 答案 B2 請坐 答案選B 不需要什麼 我們說過了 磨碎 喇喇耶 加溫 都可以使它溶得快 可是如果溶的比例 溶解度要提高 就只有加熱 所以兩個都要做 只有什麼方法 加熱 加熱 所以我們答案 就選了叫做B 這樣 就是所謂的觀念題 我們不需要怎麼樣的計算 就可以了 接下來 再來,這也是一種常常會考的情形 就是給你一個溶解度的錶 然後給你兩個狀況 然後問你呢,它會不會全部溶解 或者是跟它類似有關的問題 那就是看錶就會啦 好,它已經告訴你了 30度的時候,100毫升的水 溶45公克 所以表示10毫升溶多少? 4.5,對不對? 我最多溶4.5 那你給我兩公克可不可以溶? 可以嘛 那你給我10毫升能不能溶? 不能嘛 所以呢,就是甲就可以全溶嘛 乙就不能夠全溶嘛 所以答案就是B嘛 就這樣,很簡單啊 這個類似嘛 就是我告訴你說 它兩個都告訴你了 一個叫飽和濃度是20% 一個是告訴你100克最多溶25克 請問你它濃度關係 你就看它會不會全溶嘛 如果不會全溶就是飽和嘛 如果會全溶 那就算一下 比例一下 看誰多誰少嘛 那你就可以知道 誰的濃度大 誰的濃度小 所以也是跟它會不會全溶有關係 你就看一下 100克可以溶25克 那50克可以溶多少 那我能不能全溶? 然後呢 如果不能全溶就是飽和 那能全溶的話 那就是要知道它的濃度多少 而且不見得一定要算出來 你只要知道比例上 看得出來 誰大誰小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的話答案應該是多多咧 來 來 要找一位可愛大帥哥 可愛大帥哥 5 5 27 27 在哪裡 是你 你的答案是多少 求救 沒有人要救你喔 不會吧 你要 你要亂拆C喔 還是別人告訴你C 好啦 你說C就C啊 100克 能夠溶25克 50克溶12.5 所以甲可以全溶 甲不飽和 然後呢 70克 比例就是 17.5 所以 已不能全溶 已飽和 那麼 餅呢 也一樣 也飽和 那既然都飽和 所以濃度就怎樣 一樣嘛 那甲沒有飽和 濃度就是最小嘛 所以呢 我們就知道 答案應該是這樣 選C 所以他就選C 這就這樣子 這就是一種喜歡考的提醒 給一個表格 問你啊 會不會全溶啊 或者之物此類類似相關的問題 OK